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佛罗曼称 国会不批准TPP 中国将停控 晚上好 欢迎收看6月30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30号在五角大楼宣布新政策 允许跨性别者从现在开始在美军中公开服役 卡特指出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现役美军中跨性别者的准确人数 但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估算 在约130万现役美军中有约2500至7000名跨性别者 在825000名预备异军人中就有约1500至4000名跨性别者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佛罗曼30号在华盛顿 敦促国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并对美国和欧盟正在进行的双边贸易谈判持积极态度 他强调贸易协定将为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战略效益 弗罗曼在出席智库卡托研究所举办的有关贸易协定 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时表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促进美国商贸经济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并提升薪资水平 弗罗曼强调协定是全球首个涉及到数码经济领域的贸易协定 而协定的高标准也将确保美国继续主导全球贸易规则 他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并呼吁不要将贸易协定作为对目前经济局势担忧的替罪羊 弗罗曼敦促国会尽快批准协定 并强调协定对美国保持亚太地区领导者的地位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但日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态称 今年国会批准协定的前景暗淡 可能会考虑将投票日程退迟至2017年 而两党总统参选人也都对协定持反对态度 就美国同欧盟正在进行的跨大项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 弗罗曼表示 欧盟目前面临英国脱欧 难民危机等棘手问题 但若欧盟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美方愿意加快谈判进程 争取在年底前达成协定 但专家指出 美欧目前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数据跨境流动 政府采购 农产品市场准入和金融监管等领域 仍存在不少分歧 因此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完成谈判不大现实 美国最大工会组织 美国劳联产联主席杜姆卡 29号表态称 协定在年底通过的可能性为零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悠悠 赖达利华盛顿报道 另外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恐怖袭击事件 令全美多个城市以及机场加强维安 希望确保国庆日期间的安全 被恐怖组织视频点名攻击的旧金山更是高度警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稍早发布视频 号召追随者攻击旧金山和赌城拉斯维加斯两大城市 旧金山的地标性建筑金门大桥 人口密集的金融区 以及游客钟爱高低起伏的POWER街 都依次出现在视频中 专家认为旧金山同性恋的友好氛围 和上周末的同性恋游行高调庆祝活动 可能触动了伊斯兰国发布这一视频 联邦当局和旧金山地方维安机构都高度关注 目前尚未截获具体威胁信息 但当局要求市民保持警惕 而旧金山国际机场是全美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每年为4500万乘客提供服务 在伊斯坦布尔恐袭事件发生后 机场也将安全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 另外旧金山旅游区治安状况堪忧 今年多次出现游客被抢事件 今日在九曲花街附近 三名非洲裔青年居然持枪打劫女游客 索性警方便衣探员正巧在附近查案 听到被害人呼救 将三名歹徒当场勤获 附近街道监控视频还拍下案发经过 旧金山警局方面表示 在国庆节期间会加强警员巡逻 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地区 方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另外加拿大布列甸哥伦比亚省府 今天宣布为因应温哥华等大城市 日益高涨的房价 以及房地产交易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涉嫌跨国非法洗钱交易等 即日起正式中指房地产业自我监管 缺而代之任命房地产专员监管市场 平均房价在全加拿大名列首位的温哥华 由于房地产交易近年来频频出现影子炒房 以及豪宅市场涉嫌非法洗钱行为 布列甸哥伦比亚省府宣布 为保障国民的居住权 废除实行多年的房地产议会自我监管机制 将任命独立专员监管市场 而温哥华市府计划最快在今年8月引入空污税 涵盖本地及外国屋主 只要是拥有第二套房以上 却只是偶尔居住的屋主都在开征之列 并计划通过市民投诉进行核查 省长回应正和温哥华市府磋商 是否在全省范围统一实施盖税项 新政策还包括了大大提升对违规地产经济 以及地产公司罚款到25万及50万加元 同时严禁经济同一时间代表买卖双方等 省长强调公布的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规管政策 当中并没有对海外投资或是外国人购房的比例 做出限制 不过表示政府会和各级机关合作 强力打击国际洗钱行为 凤凰卫视组客情务警苏一恒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好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江西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6月10号正式宣布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后 将于7月5号在北卡罗兰娜州第一次参加希拉里竞选活动 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公报中表示 他们两人共同出现在竞选活动中 向选民展现出一个团结的美国才能够更强大 奥巴马同时呼吁民主党人实现党内团结 共同阻止目前已锁定共和党提名的纽约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获胜 过去一年多以来白宫屡次拒绝就奥巴马支持哪一位民主党竞选人表态 称奥巴马会在整个预选阶段保持中立 另外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24号称 他将投票给希拉里以阻止共和党人特朗普入驻白宫 当地时间6月29日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领导人在沃泰华举行峰会 会后发表联合公报称三国达成一致 到2025年实现北美地区清洁能源使用占全部能源支出一半的目标 三国计划通过清洁能源创新和发展 以及能源高效利用等途径实现上述目标 峰会达成的另一项成果 是墨西哥同意加入美加设定的 到2025年实现石油天然气行业 甲烷排放量比2012年削减40%到45%的目标 三国并承诺在2025年前逐步取消低效化石燃料的补贴 呼吁G20其他成员国效仿 并敦促其他G20国家 承诺削减石油天然气行业中的甲烷排放 白宫当地时间29号 在华盛顿举行抗癌登月峰会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会上宣布 将通过多种手段加快癌症研究和患者治疗 美国总统奥巴马年初在国情咨文中提出 要启动抗癌登月计划 推动癌症研究的进展速度翻倍 在五年内取得原计划十年取得的进步成果 并任命拜登为总牵头人 但由于大选年的白宫与国会分歧加剧 抗癌登月计划面临与其他行政计划一样的难题 资金难以到位 白宫向国会申请十亿美元用于该计划 但只有一小部分得到批准 在此背景下 拜登当天在峰会上表示 他希望政府私营企业和民间组织三者加强合作 朝着攻克癌症的方向努力 将抗癌成果最大化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深圳行政机关败诉案数量 从2011年的90宗 提升到2014年的450宗 和2015年的381宗 去年行政机关败诉率达到15.2% 法院受理的民告官案件数量 首次突破了1万宗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公布了去年十大民告官典型案例 其中政府败诉的案件 成见了包括政府部门推卸责任 行政不作为 执法程序违法等行为 2015年5月修订后的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深圳也全面启动了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 最大程度排除了地方权利 对行政审判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16年的受勋名单 今年一共有310人获政府受勋 其中获班受大紫金勋章的共有7人 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立法会议员谭耀宗 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 前行政会议成员罗仲荣 前全国政协委员胡法光 独立保险业监管局主席郑木志 以及香港大学前校长 港科院院长徐立志 获班金子金勋章的共有18人 包括保安局局长黎动国 环境局局长黄景星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等 而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 也因为在广播极多媒体领域内表现卓越 获班金子金新章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正在巴拉圭访问 尽管是外访 但两岸议题一直都是媒体关注重点 除了前一天的外媒联合专访 蔡英文被问及新政府两岸政策 当地时间29号下午的随行媒体查序 蔡英文同样无法回避针对两岸联系机制停摆的问题 蔡英文表示 两岸和平稳定 各方都应该有弹性思考 持续累积善意 媒体同样好奇 蔡英文上任已经超过一个月 但海基会董事长依然悬而未决 蔡英文只是回应 还没到处理的程度 等实际成熟就会对外公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市场逐渐摆脱英国脱欧 可能带来的负面消息 投资人趁低入场 美股连续第三天上涨 来看星期四 美股华人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四早是开盘 就诚信上升高盖之后 全天一路是高位盘整 三大指数收盘时 是纷纷以超过 百分之一的幅度上升作收 那么在星期四 投资人都高度关注 在第二季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结束时三大指数 实际上分别都是站上了 第二季度的正面上升走势 这纳萨克指数略微小小降 百分之零点五 标普五百指数上升 百分之一点二 而道徒斯平均 公立指数升幅在第二季度 是百分之一点一七 整个市场现在的气氛 是审慎乐观 认为英国脱欧的负面效应 可能已经是逐渐的淡去 但投资人也高度关注 即将开始的第二季度 公司盈利消息公布方面 认为第二季度公司 盈利消息当中 投资人要高度关注的是 各公司总裁对第三季度 和第四季度 今后在英国脱欧之后的 新的环境之下 是否有信心 如果说信心不满足的话 可能对今后股票市场 还会造成一度的 这个负面的压力 同时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美元汇价何取何从 如果美元汇价持续走高的话 可能会对一些 大型的国际公司造成影响 还有当然接下来 就是债券收益率的走势 将会意味着市场 是不是避险心态 还是仍然的强势 总来说 华市市场是在星期四 是开高走高 高三大指数纷纷上升作收 但是下个星期一 是美国的国商日 将会使股市修市一天 那么星期五估计 交易会比较淡尽 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审慎 获利回吐 抛压的现象 以上是新四情况 富宏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近日南加州华人桥界社团 及孟特里公园市政府 将于7月5日 在孟市共同举办 抗战79周年纪念大典 此次纪念活动 将回顾二战时期 中华民族与美军 所付出的代价 与痛苦经历 尤其是中国军民 在抗人战争中 所做出的重大牺牲 希望日本政府 能正视历史 深刻检讨过去犯下的罪行 积极主动改善 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共同维护 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离二次大战 已经结束 已经超过70年了 好像人民们都忘了 和平的可贵 战争的残酷 所以我们要办这个活动 来提醒所有的人 因为战争 使得多少家庭破碎 妻离子散 所以我们一定要唤醒四人 战争的残酷 和平的可贵 这次的纪念的活动 就非常非常有意义 希望我们下一代 年轻一代 或者是在美国生长的 土生的 瓦桥的几代 他们能认识到 和平的重要性 虽然历史的车轮 已经进入到21世纪 但就在79年前 七七事变改变了 当时整个中国的命运 是中国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的起点 也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洲区战事的开始 中国军民经过八年 浴血奋战 打败了日本侵略军 使百姓的生活得以恢复 国家得以重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在我们享受美好生活的今天 应该要铭记历史 不忘过去 凤凰卫视一鸣 洛杉矶报道 近日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在洛杉矶盛益博士 宣布成立青年委员会 并做了第八届 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谊大会 会议精神汇报 会上除了分享 国务院侨办第八届 世界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内容之外 也成立了美华总青年俱乐部 希望未来发展青年侨胞 为男家和谐华社 贡献更多力量 今天就要成立 一个青年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透过这个机构的成立 希望接纳更多的年轻人 进入美华总这个平台 当晚会长李社潮 理事长蔡成华 监事长顾掩石 以及基金会主席 王简美 以及各协会负责人到场 回顾了美华总一年来的 会务工作 会务活动 制定了未来的工作计划 当晚成立的 美华总青年俱乐部 由各个社团 企业会员的年轻成员组成 接受美华总的 直接领导和指导 凤凰卫视 英明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条 华星保险的小资讯 房屋责任险中 责任险在房屋保险中 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房屋责任险 也可以说是个人责任险 主要保的部分 是由意外事故 使第三方造成身体伤害 或者财产损失 依照法律条例 应该由主保人 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在美国这种诉讼成风的国家 责任险显得尤为重要了 个人的责任险 指的是个人生活范围内 有关的人身伤害 跟财产损失 目的是保护 与自己打交道的第三方 保费价格一般不贵 通常呈现在保险范围内的 额度是10万 30万 50万 以及100万 目前大部分民众会选择 30万和50万的责任险保额 除了保障变多外 保费也不会很贵 变化从30万到50万 平均每年只多二三十块 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项目 此险种不仅是涵盖 房子内外的活动 还包括主保人 外出的活动项目 如滑雪冲浪时候 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害 及财产损失 保险公司都会 可以进行理赔 如果有人在您家范围内 造成的损失跟财产伤害 责任险要经济赔偿的话 索赔的金额会大的惊人 很有可能在您完全无力承担的范围内 这部分在保险成分中 占的比例并不大 但是非常重要 建议民众提高这部分的保额 以当前保险索赔的额度 50万到100万 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额度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最大一红柿的略物 颜色的颜色 是新的颜色 除了大一红柿的颜色 每个颜色的颜色 有点重复颜色 你必须乱的颜色 在建议中 适当局充赔的颜色 上市场 有点重复颜色 如果您可以进行 当局充赔的颜色 最大的颜色 适量 以上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友 卡帖尔华人独家带领 李新华翡翠京城 Stay Farm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 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 联合赞助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